观光电容的概念是由台北市旅馆商业统一工会所发起的一项自救纾困方案 以旅馆月缴交37.5%的房租费用 其余由政府跟房东来协商减轻业者的房租压力 其实70%的业者都是租的 那有一些房东好一点他们是会降 会降一点给一些业者 类似375减租的概念工会理事长伟建华表示 台北有很多的暖心房东愿意降租 而在西门町还有业者干脆降租50%到60% 短暂的渡过难关 但现在仰赖国际游客的台北旅宿业 仍然找不到前景应称 立委希望台湾民众可以像支持 凤梨出口困境一样 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台北住一晚 其实来台北走走也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我们的巷弄有很多好吃好玩有文化的部分 但它的风貌跟大自然不太一样 但是真的有另外不同的风情 虽然目前都会行饭店还是处在重灾区 但业者也希望国人多多来台北 或者是到其他都会行的旅馆住一晚 用实际行动力挺饭店业 联津卫视张一辰黄胜泉台北财报报导